好 理事長還有各位現場的那個就是記者朋友大家好 剛剛理事長雖然已經講的是蠻清 就是蠻清楚的 那我這邊要再稍微補充就是 莊羽政策 他在教學現場造成了很多的亂象 那陳如剛剛理事長說的 雖然三位候選人都提出說 要對這個方案進行檢討 那我們看到的是 目前沒有檢討 就算有看到的檢討 也都是零星的 止於教學層面的檢討 那顯然這個政策就是沒有要停止的意思 決定還要再像火車一樣繼續往下開下去 那讓我們非常的擔心 因為這個雙語政策它嚴重的抵觸國家的語言發展法 那在缺乏學理的專業以及漠視程序的爭議 就這樣強推了 它已經嚴重的影響我們的正常的教學 和學校的正常教育的發展 從教學正常化的角度來看 不論是從課程 學生或是老師 都是嚴重的造成學習的一個傷害 甚至讓學生的學習產生傷害 除了剛剛理事長說的 華語 英語 甚至本土語被影響之外 我們現在看到 它強加在各個領域當中 也讓學生的領域學習產生了嚴重的干擾 那讓我們不僅擔心 10年後我們的學子 這批學子 在各個領域學習受到干擾之後 我們國家的競爭力何去何從 那我們希望能夠用更友善的態度 就是英語友善 多於台灣的角度 希望我們的三位總統候選人 能夠用更高的角度 更嚴肅的態度 以及更大的勇氣 重新去檢視國家的這個語言發展的策略 讓英語的教學回歸英語的專業 以上是我的補充 謝謝 好 那我這邊來進行第二題 就是我們排列第二名的 學校教育線空轉不適任教師 處理的一個挑戰 我想這個會變成是 會列為第二名 跟雙語其實它的一個嚴重性 它的一個對教育現場的一個傷害性 一樣是非常的嚴重 而且是現在進行式 那所有的一個教育現場 幾乎都受到這樣的影響 所以我們把它列為第二名 跟雙語幾乎是不分宣制 我想對現場的一個影響 那我想不適任教師的一個處理 要源自109年教師法的修法 我們了解教師法的修法 109年修法就是大量的 要透過各種法律的途徑 去把不適任教師的一個處理 把它更細緻化 但是整個109年教師法通過之後 教育部立法院所想的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其實在現場的一個執行產生了非常大的問題 特別是我們不斷的透過好幾次的一個記者會 還有現場基層的一個老師的一個反應 現場幾乎變成學校變成要辦案中心 因為整個現場的一個投訴 因為這樣的一個機制 因為對老師的一個不信任 甚至對現場 專業 還有學校判斷的不信任 產生的各種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顯現的就是各種投訴 為了民粹 為了怕被 家長不斷的一個投訴 所以變成大小案都辦 也就是說疲憶奔命的辦理這種各種不同的一個案件 還有霸凌 姓平 不當管教 各種的樣態 在現場 有些是疊床駕屋 所以我們不斷的提出呼籲 要化反圍檢 把各項的 特別是像霸凌跟不當管教 其實這兩個是重疊的 你不應該把它分成兩軌去做處理 應該要化反圍檢去做這方面的處理 否則就是現場的一個亂象 各種大小案不斷的一個投訴 那在這樣一個投訴的一個過程當中 教育部最近的一個修法 竟然還要透過個案的方式去修改 要把原本在調查程序當中 學校教師會的一個代表 要把它拿掉 全部改由外聘 全部用法律的觀點 用外部的一個觀點 來看待學校的這些不當管教 這些不適人的一個樣態 但是我們了解 不適人的樣態 很多是跟教育專業相關的 你沒有教育專業的眼光 了解現場的 這樣子的一個調查 還有你在現場 它的調查會偏頗 會不夠教育專業 會沒有辦法貼近現場 那教育部竟然為了個案 整個修法的狀態 還要把這樣子學校教師會拿掉 通通改成外聘 完全由教育非相關的來調查 教育相關的等等的事物 這非常的不合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預告修法 提出之後 所有的教育人員都一片話來 全校總也堅決的反對 不應該全部外聘 應該保留學校教師會的一個調查人員 第二個部分更嚴重 所有的調查員 包括學校的老師 都是由國教署所培訓出來的 這一次的一個修法 竟然還要指定 兩倍的調查人員讓學校來篩選 也就是說 教育部的一個修法方向 竟然連自己培訓的 打臉自己培訓系統 培訓出來的調查人員 他通通不信任 還有由主管機關篩選兩倍 然後再由學校這邊來挑選 這樣高度管控 高度不專業 不尊重現場專業 這樣的一個修法方向 已經目前不斷的在現場發酵 造成 學校的一個管教 學校的一個整個 這個行政 一片的一個忙亂 那對於整個老師的一個士氣的打擊 甚至 有些學生 會為所欲而 已經是有恃無恐 這會影響到其他 學生的一個學習 所以不管是教學的一個現場 學校行政的現場 大家都是非常的忙亂 那這樣的一個問題 已經造成現場流域空轉 學校不是辦學 漸漸的變成在辦案 所以這個問題 它的一個嚴重性是非常的一個高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也不斷的提出呼籲 所以我們把這個新聞列為我們第二個重要的一個新聞 提醒 教育部 在整個教育現場的一個亂象 應該到了 課部容緩要趕快去做解決 修法的方向 絕對不能透過個案的方式來修法 否則 整個教學現場 會流於空轉 那整個教學學生的一個學習品質 整個學校的一個學習氣氛 也會大受影響 我想這是我們第二個新聞的一個評論 跟做一個分析 那第三個跟第四個 有關總統候選人大撒幣 以及退補基金撥補不足的部分 我們請我們文雄部主委羅德水老師 來針對這個部分來做一些說明 謝謝 好 接下來我跟大家補充三跟四 我想剛好是大選年 那退休金的部分 它是我們國家的老年經濟安全 所以一定是會引起草野的重視 但是我們看到的狀況 卻是非常的厚恥薄筆 相較於政府對勞保的撥補 對我們公教人員退補基金的撥補 簡直是不成比例 那事實上今年7月1號 因為已經有公教新制上路 立法院 朝野黨團是一致支持 要通過這個新制上路以後 要同步對舊的基金要撥補 而且很明確的顯示要按精算結果 何時撥補 那按照考試院全序部那邊的精算 是要撥補三百多億 但是預算卻只編了一百億 所以撥補的比例是不足三分之一 那當然幾個候選人都有講 他們一定國家會負最後責任 這些話都會再講一次 但我們現在要求明年度的這個 退補基金的撥補 就應該要按照精算來核實來撥補 才對得起公教人員作為政府的受僱者 以及政府的國家責任 以及雇主責任 這是退補基金的部分 那候選人大撒幣的這個部分 我相信媒體朋友應該都有注意到 除了編列或是口頭承諾 要給各個學年學習階段的 這個學校教育 以大量的經費挹注以外 我想還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 大家看的觀察得到的面向 就是他的政策 日益的民粹化 日益的民粹化 那我就這兩點來稍微評論一下